好 把握時間喔 台灣在東亞地區的戰略位置非常的重要 尤其台海的穩定是大家的一致性的方向 所以站在國家利益以及人民安全和安心 我們就必須要讓台灣都能夠安全 這是我們大家的方向 所以不管大家有什麼想法 我們凡是以國家的安全 人民的安心為最大的考量 在這裡我要要求中華民國的院長 中華民國的官員挺起你們的腰桿 然後擺脫美國 擺脫美國的操縱 我們不要複製日本跟烏克蘭這樣子的下場 所以中華民國大家不會相信 關怪了台灣的人民 我們更需要和平 我們不要備戰 我們要避戰 台灣人民需要的是和平 我們看一看美國的軍方 他是一面倒的都說 台海遲早要開戰 然而民進黨政府 你們就照單全收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你們就按照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政策法 國防授權法 然後到現在的台灣學人法案 這麼樣的立法接種 你們也跟著延長兵役 買地雷 天武器 國防部現在還預告了 我們全民防衛動員法 要要求地方政府配合造冊納管 規劃動員幾歲 十六歲的以上的在學學生 要參加戰時的各項勤務 現在甚至連美國彈藥庫 彈藥庫要放在台灣 依據的也是美國的國防授權法 中華民國的主權還有尊嚴 到底到哪裡去了 是被埋掉了嗎 儘管我們現在看到烏克蘭的情況 是這麼樣嚴重 政府你們現在還是鐵了心 要執行那個所謂的 美國智庫的慘案計劃嗎 中華民國政府難道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要推和平的方案 而只會按照美國人的意思 備戰嗎 政府除了對美國言聽計從之外 難道沒有一點點自主的智慧跟骨氣嗎 當然雖然啦 我們上個星期看到了 陸委會已經核存了十個兩岸的直航點 當然這是善意很好的善意 但是我要講的是善意不能夠只有一次 為了要創造兩岸的和平 我們應該要不間斷的釋出善意才行啊 最後我要講的是 主導台灣學人計劃的推手是 西太平洋學人計劃的執行主任 李查皮爾森 他說台灣學人計劃將在今年的秋天啟動 現在正等待著台灣當局的同意 請問院長您同意了嗎 中華民國同意了嗎 這種違反中華民國法律的事情 践踏我們尊嚴的事情 你們同意了嗎 我想台灣現在最大的威脅 就是來自對岸的中國 你看看文攻武嚇永遠沒有停止 而且從中華民國這個政府牽台以後 中國多次的來禁犯台灣 對台灣發動戰爭 難道你要束手無策做投降者嗎 而且你剛才講的曼斯菲爾德計劃 那是在日本的發生的情形 那現在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只要是有相同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保障的國家 有理念相同的國家 都是互相有雙方交流的這個計劃 為了來一起對抗這個強權的獨裁國家 可能所加諸於這些自由民主國家的 這個所有的脅迫 所以台灣今天為了要使台灣 能夠繼續維持自由民主法治的生活 甚至把自由民主的這樣的一個理想 擴散在整個亞洲地區 我們必須要我們自己的防衛的力量 而且要加強跟自由民主理念相同的國家 合作起來 來維持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 我想這是所有的民主國家所盼望的 大家想想看 我們今天所受到的最大的威脅來自哪裡 誰把揮彈對向著台灣 來威脅台灣的自由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嘛 今天之所以會有戰爭 戰爭的發起者是誰 我想這個不用我們大家來懷疑 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讓 中華民國台灣所有的人民 意識到我們所受到最大的威脅 就是來自中國 我們當然希望兩岸的和平交流 我們希望兩岸的和平穩定 但是這需要雙方的努力 譬如說我們開放十個通商口 這個口岸 最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要有健康有趣的交流 但是和平是要雙方一起努力 而不是一方懦弱的躲在一個角落上 讓對方拿著武器對著你打 所以台灣人民有骨氣 台灣人民願意捍衛自己的國家 台灣人民願意在自由民主法治的 這樣的生活方式下生存 我們不願意在獨裁威權統治的 一個國家的威脅下去投降 沒有這樣的道理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跟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聯合在一起 為的是什麼 來尊重這個普世的價值 所以你剛才講的 講了半天 也只不過是以美論的想法而已 好 你講完了嗎 中華民國 我跟委員報告補充一下 中華民正請沒有你講話的分別 美國的這個協人計劃 協人計劃 事實上是深化兩國的交流 事實上過去這幾年 我們跟歐盟 歐盟也provide很多的名額 讓我們的公務同仁進去那裡學習 事實上就是深化兩國或者兩個 所以你認為美國的這些聯邦官員 是來這裡學習的 學習什麼 學習缺彈 學習缺電 學習我們人民為了一個彈 還要排隊 學習我們只要是一個 松鼠要掉了我們的電纜線 我想跟你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請你保持你的尊重 我剛剛給你非常多的時間讓你回答了 現在該我回答了 好不好 你剛剛講的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可是你剛剛講的學人計劃 我們跟其他國家也有 剛剛我提到了日本的學人計劃 我也看到了烏克蘭 烏克蘭是最近的 烏克蘭的學人計劃八年之前 就先送了這些人去 這些斑斑歷史 戰爭的歷史 都還在近幾年當中 所以烏克蘭要投降嗎 誰是鼓缺和平 烏克蘭要投降嗎 誰是鼓缺戰鬥 誰在毀壞世界的和平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只要是美國介入的地方 要不就是為了石油 假借西方民主 然後去殘害別人的國家 你希望俄羅斯去入侵烏克蘭 讓烏克蘭投降嗎 在我講話的同時請你不要插嘴 抱歉 我實在太激動 中華民國的院長 我們要通過一個 美國通過的法案 然後我們要接受嗎 台灣難道沒有自己的主權嗎 台灣難道沒有自己的法律嗎 剛剛我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中華民國是不可以有外國籍 來到這邊工作的 當然 你說 不是工作來看一下英文 為什麼不是工作 請我們的助理翻譯下 原文講得非常清楚 講的是聯邦官員到我們這邊到工作 如果你的認為你的work的解釋 跟我不一樣的話 那請問他們要來這邊工作什麼東西 互相交流啊 交流什麼東西 可以到國防部交流嗎 可以到經貿處交流嗎 可以到我們的外交部交流嗎 可以到我們的那個那個國家安全局交流嗎 好 那麼多國家機密都在那裡 可以這樣子互相交流嗎 那我們不是來監督是什麼 他們不是來監督是什麼 所以中華民國政府院長 你們不要在這裡再幫美國擦枝摸粉 中華民國的法律講得非常清楚 不可以有外國人進入到工作 縱使他是有雙重國籍 也必須要是中華民國的公民 如果是中華民國的公民可以進入到我們的工作單位 他也不可以到 那個國家機密跟國家安全的地方 所以你剛剛講的 我們人民要不要和平 要我們要不要戰爭 我們不要戰爭 是誰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釁 美國不斷的告訴我們挑釁 中國 請他告訴 請他告訴 我們 我們要的是什麼 人民要的 不是美國來指指點點 我們要幹什麼 好不好 中華民國的院長 請你搞清楚 你是國家人民納稅錢 而不是美國在這邊指指點點 我可以回答嗎 2003年 SARS的時候 院長 院長 我告訴你 你現在不是副院長了 你不是副總統了 你現在是我們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 所以我要保護中華民國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 如果按照你剛剛這樣子的講法 如果按照你剛剛這樣的講法 你可以讓這個美國學人法案來到台灣的話 我就要提醒你了 如果外交 你們不是一直在強調嗎 外交是要和平 互等 平等互惠 如果我們立法院也通過一個所謂的美國學人法案 是不是表示我們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政府也同樣的可以派官員到美國的聯邦政府去工作 中華民國的政府是不是可以把我們炙燒的所有的能產品出口到美國去 中華民國政府是不是可以派官員到美國的商務部還有貿易代表處工作 來瞭解台美貿易談判的美方 我們有很多的交流 如果可以的話 為什麼我們的經貿談判總是在節節敗退 中華民國政府可不可以停止台積電在美國設廠 把晶片繼續留在台灣繼續發揚光大 中華民國政府可不可以拒絕經過 中華民國政府可不可以拒絕美國對我們指指點點自主決定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國防戰略 當然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可不可以不按照美國的意圖 弄了那麼多的法 然後意圖我們來備戰來 而我們卻不可以擬定我們自己的和平策略 如果我剛剛提到的這些都不能夠達到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接受美國的擺佈 為什麼要一直在聽美的話 萊豬也進口了 我們不要的彈藥他們也篩給我們了 然後現在我們的國防部又要按照美國的國防通過的案子 讓台灣變成一個彈藥庫 我們每一個官員你們去面對的都是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 而我們自己的主權在哪裡 你們有看過嗎 你們是美國的官員嗎 你們是中華民國人民找納稅錢給贏的人 我們是中華民國捍衛中華民國的人 我們不希望中國以所有的灰彈對準的台灣 對台灣一再的文攻武嚇 所以我們更需要和平 所以我們更需要不是敗戰 所以我們更不需要敗戰 我們要釋出我們的善意 就如同你們上次已經通過了十個案點 所以這是好的開始 而這個好的開始不能夠只有一個 但是中國沒有好的回應 所以在這裡我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我身為一個2300萬人民 屬於我的權利 在這裡我要要求中華民國的院長 中華民國的官員 挺起你們的腰桿 然後 我的腰桿是挺直的 為了捍衛台灣 擺脫美國 擺脫美國的操縱 我們不要複製日本跟烏克蘭這樣子的下場 不要在那邊講疑美論 所以中華民國 大家不會相信 關怪了台灣的人民 我們更需要和平 我們不要備戰 我們要避戰 台灣人民需要的是和平 謝謝